妈 是不是她 就是她 就是你这个开心老板是吧 你们谁啊 你是干啥的 这边是 这边是你的事啊 有病吗你啊 你谁啊 我有什么病啊 来 怪妈 认识大夫 保洁 刘姐吗 保洁 刘姐 说好了每个月给我妈六千块钱工资 到时候每个月都是五百 你怎么回事 怎么当的老板啊你 黑心老板 他就是六千啊 什么六千啊 妈 你跟他说 每个月多少钱 你看看 每个月就五百 你这个黑心老板 你怎么这样做 欺负老人家 这五百 对啊 每个月都是五百 金珠馆 金珠馆 好 我知道了 这我告诉你俩啊 不要再动手了 这里边指定有误会 怎么有误会啊 我跟你说 工资给我补齐 不补齐 我跟你说 今天你走不掉 你还想不要补工资 想啊 想补工资 你会听我说完 我所有的保洁 我都发六千 一分不少 而且每个月我都是 给他们二十二点发 所有发工资的 都是金珠馆给他发的 知不知道 那你金珠馆人啊 人啊 让我们去找他 走 你跟我上报告示 我一会给金珠馆 咱就发 对我是挺好的 那挺好的 不能只给五百块钱工资 走 跟我上报告示 不用怕 我在后面给你撑腰 来 你们给我过来 妈 别怕 今天我在这 谁也欺负不了你 老板对我挺好的 挺好的 每个月给五百块钱 我问你啊 每个月工资 都是那个主管给你发 是吧 王主管 每个月二十二点的 就发给我 来 你过来 二十二点给你发 它是通过人事给你发的吗 不是啊 每个月它都自己 交到我手里啊 都是自己交 每个月五号 对啊 它找到了就交给我了 妈 发工资都是人事发的 对啊 主管发了呀 所以你们两个知道了吧 我每个月都是给我的员工 他的保洁就是发六千的 我都是让人事发下去的 所以这个王主管 没有通过我 就克扣你们工资 给你妈妈 每个月发五百 谁知道是不是你推到人家身上呢 对啊 是不是你指使的呀 那我给他打电话 咱对质一下 你俩别急 这样不好吧 咋不好啊 那属于咱的钱 必须要的 王主管吧 你现在立刻马上到我办公室来 快点 小跑过来 这样啊 他过来之后 我会让他把公司给你补齐的 然后 你之前的几个月没 都是五百块钱 半年都是五百 半年 而且我妈还说了 她说来的时候 你们厂都有福利 这干了半年了 啥都没见过 福利没领到吗 啥福利啊 一会儿啊 我叫那个王主管过来 你在我公司就好好干了 三个这个农民怎么在这呢 打我小报告的是吧 打你什么 王主管 闭嘴 你为什么一个月给我妈开五百万元工资 你妈是农民 给他五百 农民就该五百吗 不要 不要吵了 王主管 不用怕他妈 到我办公室了 你还这么嚣张 是吗 没有 老板 怎么了 我问你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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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